最好賺也是最應該大賺的一季 股市權威特別為你推出 選前衝刺班 就是要讓你抱住 政策加持的他 還有第四季會狂飆的他 接下來還有 3號 4號 5號 更多更多的候選人 更多更多檔的飆股 讓我帶你卡位 一波又一波的飆股行程 搭配333和獲利翻倍策略 讓你起務賺到年底 操作不停點來 立即加入LINE官方帳號 at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 或立即來電2581 9090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股市權威來康在國際利空消息的脫壘之下 今天台北股市開低走低大跌285點 收在16,073點 再破前低兼存交量2365億元 那盤是怎麼做解析呢 現場為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請問歡迎道士永成國際投顧 陳薇良分析師薇良老師好 林娟好 大家好 另外歡迎道士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旁邊上的廣告 掌握個行為 您先請教薇良老師 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跟著股市權威 掌握台股今日最哈的重點 首先大盤今天破新低 不過這個行情到底這個時候 你該恐懼還是該貪婪 我們待會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另外AI晶片提早競銷到中國 看來這一次美國真的是吃了襯頭鐵了心 把中國是要往死裡打 對於整體現在正在發展當中的AI產業 AI趨勢究竟會不會帶來很大的變數 包括輝達要如何死裡逃生 還有國內AI相關的重要個股業績會不會被下修呢 另外材料KY公告了8月份的字節單月獲利了 這個獲利數據真的是好到破表 可是今天股價表現卻很淡定 那到底這裡呢 漲不動的材料是在打底還是在做投呢 定影投控過去的K線剛好九根黑一根紅 所以形容為九死一生 那有些投資朋友呢 不小心高檔追高套牢了 現在該怎麼辦呢 我們從關鍵的分點來帶你解密多空 還有投信新任養的股票 你有沒有興趣想知道呢 除了紅寶 除了亞鄉已經創高之外 還有沒有誰能夠成為下一檔呢 另外材料第二 昨天就跟大家強力預告 強力呼籲了 除了昨天噴出之外 今天繼續逆勢大漲 連續兩天真的是有夠狂的 那到底它背後有什麼樣故事 掌握故事你才能夠掌握翻倍的趨勢 那更多精彩的內容 都會分享在我們的YT官方頻道 股市權威陳薇良 還有我的LINE官方粉絲原地 小老鼠STOCK888 AT STOCK888 要趕緊搜尋 加入 按讚 分享 好 那今天的盤勢呢 是一個破新跌的走勢 當然呢 除了最近呢 不論是還沒有解決的尾巴衝突 尾巴戰爭 還有呢 美國公債殖利率 持續的呢 維持在高檔 甚至呢 又往上衝 另外呢 則是在於美國 對中國這次AI的晶片禁令 哇 看起來呢 打得比以前還要兇 連這個緩衝期都沒有了 那提早呢 就是直接呢 要一棍棒把中國往私裡打 那這一切種種的利空呢 反映在今天的大盤指數 是呢 跌破了前波低 跌破了近期低 跌破了頸線 那從技術面的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呢 你尊重現行 那麼嚴守紀律 今天這個破新低的走勢 當然你說做一點減碼 降低風險可不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的 也是應該的 因為呢 行情的走勢有所改變 但是呢 如果進一步的讓我來分析 讓我來談行情跟策略的話 我覺得呢 撇除紀律之外 這裡其實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也就是說你純粹只是機械化的 嚴守紀律 你要做減碼 OK的 絕對不會有錯 因為控制風險就是保護自己 但是呢 我覺得有一些但書 為什麼呢 我前面跟各位提到 第一個呢 技術指標沒有破低 這個已經形成背離 而且呢 二度背離往往呢 是代表更強力的轉折反彈訊號 那第二點呢 現在其實隱隱約約 可以看得出 背後有一隻手在互盤 控盤 那我當然知道呢 每次講到選舉行情 互盤 總是會有很多投資朋友呢 就心血上湧 就不太高興啦 不要去說這個 那尤其你可能會認為說 所謂的互盤 那這什麼互盤 今天大跌兩百多點呢 其實我們必須要說 我們在看的不是說 有互盤 所以股市不會跌 有互盤呢 每天都在漲 不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 要說起來很長篇大論的一段分析 我就不去多談 我們在看有沒有所謂的互盤 這是要看看自己啦 有機會我再來聊 那即便你不認同沒關係喔 沒關係 我們把互盤 把選舉這幾個字 放到旁邊去 那我先跟各位講 今天的破低走勢 它有沒有爆大量 沒有 今天的量呢 也還是維持在 兩千億出頭 二三六五億元 所以其實顯然這邊 沒有這種積極的追殺 跟積極停損的賣壓出現 如果說現在的大戶跟法人 都想要撤退 那一定是他們看到 後面還有的跌 還有很大很大的下跌空間 還有很大很大利空 還沒反應完 那當然先賣先贏 因為我可以跌一千點以後 再回頭買 我現在賠錢停損沒關係 我大跌一千點一千五百點之後 我再逢低再接回就好了 那種狀況之下一定會是 這個多殺多 以量滾量 可是今天並沒有出大量 所以今天反而有點像是 大家有點 就是心驚驚的 所以呢 你砍我我砍你啦 散戶互砍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前提之下 其實你如果選對個股的話 倒不一定要去做 進一步的停損 因為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指數管的是方向 所以我們尊重 我們跟各位講今天破低就是破低 你考量風險 你要控制資金比重 但是呢 影響你的荷包的真正關鍵是 個股嘛 個股啊 如果你沒有FU 那我這樣講好了 今天大盤破新低 我們昨天 我們前天 我們這禮拜 跟各位分享的 新布局的股票 5258 紅寶 三連紅 今天創新高 我們昨天 我們前天 我們這禮拜 跟大家分享的 6139 亞翔 六連紅 今天創 波段新高 那我沒有要說 我多了不起 因為呢 每一檔 能夠呢 讓投資朋友賺錢 或者是逆勢 抗跌 上漲 甚至創高的個股 其實都是呢 我們一起努力 花了很多的心力時間 所挖掘出來的 但最重要的是 這兩檔個股 放在眼前 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如果你選對個股 今天指數跌200多點 你不一定會受傷 你甚至會賺錢 我們昨天跟各位呢 預告材料第二 趕緊把握 那當然 我不是隨便講一講的 因為昨天材料第二呢 噴出 那今天呢 更是疾風之進草 因為呢 今天它跳空大漲 一開盤就漲了6到7%了 非常強勁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我待會呢 後續再來談材料第二 所以還是要跟各位講 其實很多人呢 對於行情很悲觀很悲觀 很害怕很害怕 那個關鍵是 可能你選到 抱到弱勢的股票 你抱錯了股票 你當然覺得 這裡看起來就是沒希望 你會讓呢 這種恐懼 或者是悲觀的情緒 無限上綱的放大 你的股票如果大跌 你會覺得今天 還不只跌200點呢 可能是跌了四五百點 但如果你的股票抗跌 你可能覺得今天只是呢 有一些波動 如果你的股票 是逆勢上漲 你可能還覺得呢 今天搞不好指數 會不會是在漲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呢 我們回頭來看看 這一次呢 美國呢 我們剛才前面講 這個對AI晶片 真的做出很嚴格的管制令 好 那重點來了 美國現在這一波管制令 出來之後 看起來它好像呢 想要盡所有的努力 想方設法 要圍堵中國發展AI 那全世界 現在呢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地區 不需要發展AI 如果少了中國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看起來很大 很迷人 很有潛力 沒有錯 但是如果少了這個市場 亞洲其他國家要不要AI 歐洲要不要AI 中東要不要AI 到處都要AI 那為什麼美國要禁 他們的晶片賣到中國去 這隱含告訴你一件事情 現在全世界做AI 做半導體設計 做晶片開發 誰最強是No.1 當然也是美國吧 當然就是美國啊 所以美國認為 站在老大哥的想法 你中國拿不到我的晶片 你就別玩了 我不讓你做AI 免得你拿去發展高科技 軍事還有航太 所以呢 這就告訴你 美國的AI是最強的 那既然如此 如果呢 少了中國這個市場 難道其他的市場 沒辦法補這個缺口嗎 他當然會補缺口 因為歐洲也要晶片 中東也要晶片 亞洲也要晶片 因為就是美國最強啊 你不跟他拿你要跟誰拿 只是說表面上 大家呢 會低調一點 讓這件事情 看起來呢 有比較明顯的那種 恫嚇的味道 好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台灣相關的AI指標股 你要看真正的指標股 看誰呢 來我們先看3661四星KY 老師他果然大跌了 你看果然大跌了 但我問各位喔 你看一下這是四星KY 八月以來的走勢 對他今天果然大跌了 不論是先前的中東禁令 還是這一輪新的中國禁令 你看看四星KY 跌了之後再創高 再跌的時候呢 低點還是墊高 而這是呢 AI裡面 現在呢 算股後 也算本益比最高的公司之一 我們再看呢 這一輪近期之內最強的 AI高價股 6669 唯一 好他今天也跌了4% 但你看 這一次的低點 有沒有比上次低點墊高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3443創意 就算回跌 他是不是也在墊高 他的低點 底部逐漸成形 藉由利空 一輪又一輪 一波又一波 不斷的徹底 這些都是高價股 高本益比的代表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說AI會因為美國的制裁禁令 真的被打垮 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美國是最強的技術 他也需要發展AI 同時他也需要拼經濟 如果美國真的 這個棍棒啊 往徽達或抄圍頭上 重重的打下去 你把自家的龍頭企業 如果打傷了打垮了 請問美國有任何好處嗎 這完全不成立嘛 那個就是自攻自產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只能說 剩下的東西要留到晚上 9點10點去分析 濃濃的政治味道 我不去講這個 但我跟各位講 這些動作不像你表面看的那樣子 其實骨架這一波就是借利空來徹底 如果你還在問我說 老師 AI 三網 廣達 技嘉 偽創 好像比較弱一點 我講了很多次 他們比較大比重的問題 是籌碼調整 將來也不會不好 但是它需要比較久一些的時間 反倒是像前兩天我們提到 這個銀邦的財報很好 情城的業績可以期待 還有齊鴻 甚至像台光電 財報也空告出來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AI公司 過去大漲的時候你不必追 但是這一次藉由利空 再打下來的時候 導師可以來留意一下 我認為整體而言 目前因為行情利空比較多 但是你如果本來就有 做好資金分配跟管理的人 簡單來說 你現在手上有現金的人 你其實不一定要因為 今天指數破新低 進一步去追砍追殺股票 反倒我覺得 要抱以比較正向的心態 選到對的股票 就像如果你是在這個禮拜 去買到紅寶 亞翔 還有我們的材料低額 其實都是受惠者 如果你還是有所懷疑 所以回到這張圖表 用最簡單最清晰的方式 帶各位再看一次提醒你 恐懼與貪婪指數 現在在哪裡29.8 它如果是在25附近 或25以下的時候 都是代表市場極度恐懼 當別人恐懼時你要貪婪 如果你常常會情緒飄搖 記得這句話 你可以反覆在睡覺前唸100次 當唸經一樣 不排除你可以拿筆 寫在你的身上 寫在你的手上 千萬不要忘記 當別人恐懼的時候 你要貪婪 所以現在你跟我說 你要追殺股票 我不是那麼贊成 如果你告訴我 你想要買到對的股票 好公司便宜價格 我給你按個讚 你已經有成為超盤贏家的人格特質了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4763材料KY 公告8月字節EPS7.92元 不過今天股價沒什麼反應 表現平平淡淡 股價在高檔開始呈現整理 好那當然整理拖了幾天之後 就會有人開始質疑 這是頭還是下一次攻擊前的底 好那我這樣跟各位說 基本面會決定股價高度 好那我們簡單來算 如果他8月賺7.92元 我稍微賺8塊錢 你8乘以12 就是如果明年保持這樣的獲利水準 一整年的話 那是不是有96塊錢 好那基本上呢 因為材料KY呢 他思數的產品 持續還在漲價 所以從每公斤4塊美金 漲到現在長約已經漲到9塊美金了 現貨價已經漲到15塊美金了 持續還在漲價 漲價的部分呢 都是多賺的 所以明年呢 可能不只是8乘12這個概念 有機會隨著漲價 單月EPS 從8塊再往上疊加上去 所以基本上明年呢 有沒有機會賺破百元 很有機會喔 所以他很可能成為台灣 全部上市貴公司裡面 EPS前三名 前三名做三萬二 好那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股價會在1200元 就是終點嘛 不妨思考一下 那你說為什麼今天股價沒有反應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呢 統一投顧預計 材料明年賺104元 國票投顧預計 材料明年賺100元 富邦投顧預計 材料明年賺111元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才雖然分析給各位聽 單月賺8塊 明年96塊起跳 但是其實這個數據去對照 法人對於明年的預估 它是符合預期而已 符合預期 所以今天當然不會帶來太大的驚喜 但是呢 不會影響到中長期的格局 材料KY其實我們後面還有看到一些利多 但是因為現在我快要進廣告了 我以後再來跟各位再做分析 那進廣告之前 我要再跟各位聊一下 這個電影投控 那電影投控因為最近 蠻多投資朋友跟我講說 買在88 買在89 買在90 怎麼辦 跌下去了 看起來要回撤80關卡了 其實我們之前跟家族朋友就講過 一檔股票你真的要冷靜 不要以為說它標一個月之後 以後每個月都這樣漲 或是說有些股票連拉三天之後 你不要以為說 以後每天都是這樣子的角度在漲 沒有這種事 我們在股票市場這麼久了 所以漲多拉回 這個都是過程 這個都很正常 如果你心中又還是呢 情緒動搖風雨飄搖 我還是這句話 基本面決定股價高度 只不過呢 因為電影投控前面真的漲很快 你看嘛 八月 九月這樣漲上去 那基本面不錯 但是還沒有完全的跟上來 所以我覺得做技術性調整 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不小心追高的人 至少我建議啦 原則上不要在這裡殺低 因為KD指標已經在低檔了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有三個關鍵的分點 這三個分點呢 將左右 電影投控的下一步 因為電影投控呢 從這一波 創歷史高107元開始 拉回到今天 過去這十根K棒 剛好呢 九根黑一根紅 所以有人說 再是九死一生 不過我跟各位講 上漲角度比較陡 拉回角度比較緩 再加上拉回的這九根K棒裡面 你可以看看 特定的幾個重要分點 包括美齡 凱基台北 還有大摩證券 近期都站在買方 尤其如果你稍微去端詳一下 大摩的操作 低買 逢高它會調節 然後再買一波再調節 現在又接回 它是一個比較靈活的波段式操作 所以基本上至少不用去做殺低 至於說要不要再做加碼 你當然就要省慎考慮下一個時間點 至於最重要的材料第二 你跟上了嗎 這兩天連續的噴出 但是還有很多的機會留給各位 因為我認為接下來它的空間很大 想要直接跟上我們切入佈局的朋友 直接來電或者是加入LINE 私訊預約 小老鼠STOCK888 等你來電來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更多操作的見果 我們會來聚在一起 魏亮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國序全文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魏亮老師 好 2363系統 目前還在關緊閉當中 不過這個被關的姿態 真的是還滿囂張的 大月就是大月 有些股票一關緊閉之後 就好像泄了氣了皮球 但是你看 系統被關緊閉的時候 都還停在這裡 都還停在這裡 那基本上 因為這檔個股 我們不會去從它過去的財報 來跟各位談 因為這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它重要的是在於 未來的轉變 未來的轉機 所以轉變跟轉機 這兩件事情 其實它一定需要時間 所以這也代表說 未來這檔個股 它走的會是長多格局 如果你只是想要今天切進去 明天立刻狂飆一根漲停 就是閃人的 我建議你不要碰 如果你沒有這種 過去波段佈局 然後大賺倍數的經驗 我覺得你可以從這一檔個股 嘗試來體驗跟感受 但是如果你只想要拼 明天的漲停板 那就不要碰 我覺得長線這檔個股 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未完待續 我們未來會再跟各位 進一步來做分享 好 另外還有跟各位提到 這禮拜新切入的投信的新歡 新的股票 其中一個就是5258紅寶 充電樁當然是未來 整個發展電動車的重中之重 因為現在電動車越賣越便宜 大家都知道 價格開始進入到 很多消費者心目中的甜蜜點了 問題是在於充電樁的進度 能不能趕上來 所以未來不管是在台灣 不管是在亞洲其他國家 或是歐洲或美國 其實當然大家都會 把建設充電樁 視為政策的要件之一 好 未來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紅寶 隨著北美擴大充電樁的基礎建設 它的訂單出貨 就會開始明顯的反映進來 光從9月份的營收來看 單月就跳漸了21.65% 近期股價先經過了 除全息之前的壓抑 這個空方缺口是除全息的缺口 現在其實不僅是漲回去 而且還創下了波段新高 最主要就是在於 明年將會有爆發性的成長 所以我認為這個 其實長多的模式之下 如果有拉回量縮的話 你趕快來找我 我帶你再找下一個買點來做切入 另外6139亞翔 這個是半導體相關的公司 它大概有五成的營收 就是來自於半導體大廠的建廠擴產 另外有三成的營收來自於公共工程 比方說機場或者說捷運等等 未來其實在今年的第四季 到明年的上半年這一段時間 將會是它大量的營收 要開始任列入障的黃金時期 光從近期的第三季財報來講 其實市場上就抱以高度的期待 因為9月份跟第三季的營收 都是創下史上的新高 預估在大量的業績入障之下 第三季單季EPS 有可能來到4.5到5塊錢 明年還有更多的業績 要任列入障 這兩個股 我們當然也是持續看好 當然這個禮拜 我們積極的呼籲號召 所有想要體驗大波段 甚至賺倍數的投資朋友 務必要趕緊跟上這一檔 材料第二 它的市占率在國內第二 更重要的是打進了 國際的新南海市場 第三季的獲利倍增 單季就可以賺贏上半年 目前它在第四季 開始出貨5萬個產品 預計明年的出貨量 將要大幅度大幅度的翻倍 成長到100萬個 所以你可想而知 這個EPS不是用爬升的 這EPS根本就是起飛了 大爆發 所以這兩個股 連續兩天都狂噴出 包括今天大盤重挫 它仍然噴出 如果你想要切入布局的話 直接來電來訊 小老鼠STOCK888 立刻來訊 我們明天見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 我本公司一所推介 分析之各表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做得判斷 選順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也祝您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 最好賺也是最應該大賺的一季 股市權威特別為你推出 選前衝刺班 就是要讓你抱住 政策加持的他 還有第四季會狂飆的他 接下來還有 3號 4號 5號 更多更多的候選人 更多更多的標股 讓我帶你卡位 一波又一波的標股行情 搭配333獲利翻倍策略 讓你體物賺到年底 操作不停點來 立即加入LINE官方帳號 At Stock 888 小老鼠 ST OCK 888 或立即來電2581 9090